确实呢这样的一次军演 美国方面的意图呢是备受关注的 因为当今呢美国国内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防控的方面 尽管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每日的确诊人数呢还是非常的惊人的 也就是说呢美国一方面在这个国内进行抗疫 进行经济重启任务就非常重 但同时呢又与欧洲在延续此前既定的一些演习的计划 这样的一种这个双线出击的方式 背后的这种考虑是非常清楚的 我觉得首先呢可以看出美国当今呢 它与这个欧洲之间的关系 以及北约内部的一系列的此前计划的这样的一些纲领 正在逐渐落实的一个过程中 如果我们观察呢2019年北约的发展 以及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 会看到的美欧之间呢有更多的分歧 尤其是在军事合作的方面 欧洲呢对美国有更多的不满 同时呢对俄罗斯的疑虑在上升 美国呢本来计划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 进行欧洲捍卫者的超大规模的演习 而在这一次的演习中呢 美国将从本土调配2万的士兵 来欧洲呢与欧洲的盟友进行会合 共同演练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即反映出美国在这种 兵员投送方面的既定的计划和能力的展示 同时呢也希望借此能够拉近 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 但是呢因为新冠疫情 此前计划的如此大的规模的欧洲捍卫者的演习 并没有能够如期落实 所以在现在的事态呢稍微有所缓解 美国呢认为呢需要向欧洲方面释放信号的这种背景之下 演习的重启呢就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那么同时呢我觉得美国释放出的信息 是希望能够试水俄罗斯当前的 在这种政治安全等各个方面 它的能力以及相关的反应 我们也会看到呢新冠肺炎疫情 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挑战 俄罗斯的经济呢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创 而另外呢俄罗斯呢在这种对爱安全战略的方面呢 也在进行一些调试 美国呢希望能够摸清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对这个俄罗斯的安全能力 尤其是这种军事上的反应 会产生什么样的细节的影响 所以呢进行这样的一次演习 与波兰之间的互动 同样在观察俄罗斯方面下一步的动向 就此呢会调整自己方面的一些政策走向 所以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呢 这一次的演习应该说更多的是服务于 大国博弈的总体目标 同时呢美国也希望呢借此展示出 美国仍然是在很多地区 这种地区秩序的主导者